刚刚我们体验的是直接在欧函登教室里面 我们就利用快勿快打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优点 当然就是你就直接在这里做 可是缺点是什么? 老师每一个班级 都要自己拿进去 所以这样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所以我就会比较鼓励老师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面这个数位学习这一块 如果老师你想要把它放在你的云端硬碟 其实也可以 你只要授权欧函登教室可以读取你的云端硬碟 那就可以进去里面把它打开 打开你的题目 来问他们 或者是 老师如果要用Google Cashflow 假设你的内容有放在Google Cashflow 我可以从这边直接把Google Cashflow打开 可以像这样子 但是比较好的做法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你就用在OneNote里面 你看我点进去 只要老师 你登录欧函登教室跟OneNote是同一个账号 比如说你都是用Google的 两个网站 两个服务 用同一个账号登录 他就自动把你串起来 那么 你可以选择 你自己建立的 也可以就是订阅别人的 也就是我觉得别人的不错 我就把它订阅起来 这样都可以拿进来 那我在这边呢 我们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用 因为欧函登教室 它支援的 这个问题的类型 只有两种 哪两种 单选题 跟 问答题 就是刚刚老师玩的 可是 OneNote那边支援的比较多 所以您可以看到 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里面 好像有的不能按 比较淡 那怎么办 你就找右手边 右手边就是 OneNote模式 去把它打开 那有的是它两个都支援的 你就可以自由选择 你是要用OHA教室的模式 还是用OneNote的 那你看 我来问大家 这一题 这一题它有支援 对不对 你看我用 OHA雲端教室的 按下去 好老师来 请你看一下你的 有没有可以作答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问答题 这是问答题 有没有老师在学校 很多学校里面都有种这种树 有对不对 其实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因为 我以前 是在育才街那里 那前面我们学校前面那一台树 就都通都是这个树 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是在晚上 所以晚上 然后加上那个黄色的灯光的路灯 哇真的很漂亮 它看起来好漂亮 对整树都是 真的有毕业的 哈哈哈哈 所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开始老师有 答案出来了 有没有 看起来应该都很厉害 没有错 就是阿伯乐 所以你看我这里有反白 有没有 哈哈哈 但是我这边顺便跟老师 分享一下 你们有没有用手机去拍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叫他自动帮我们辨识一下 有 那个功能叫做什么 Google智慧镜头 对不对 对 现在这样的功能 也移植到 我们电脑上的 Chrome浏览器上 所以如果老师 这个 我不会 请按右键 看一下 有没有Google Lens 所以这个你要会 因为这个是 最近这几个版本的 Chrome它新增的功能 你有没有看到右手边 以前是你只能用这个找图 对不对 现在不是 他可以帮你找到 有没有马上告诉你这是什么 而且他现在不是只有这样 如果 我今天不是找这张图 我可能 比如说假设 我这个地方 他是给我图片 就是文字 是在图片里面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键 有没有叫Google Lens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 匡选范围 你看 我自己来匡选范围 有没有 匡选起来 请他帮我找 你看右手边 对 你看 有没有 帮我们搜寻了 你如果 告诉他 我想要选文字 他会帮你把文字 拿出来 你看我们到上面这里 有没有发现可以复制 真的喔 不是玩假的喔 有没有可以直接复制起来 然后呢 懒得讲 就叫他 掉落时 随风纷飞 如细雨般飘落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 就叫做黄金语 Golden Shower Tree 花期在夏季 剩花期的时候 往往可见满树金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还可以直接翻译 有没有 看你要翻成什么 对不对 好所以其实 现在这个叫做 Google智慧镜头 把它移植到浏览器上 其实这样真的确实好用很多 你不用拿行动装置起来就可以用了 好这个是第一个 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如果 是 欧海人轮教室有资源的 你可以像这样用 那么 第二个我们让大家体验的是什么 是那种 影片 老师的影片教材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用到 好那 在OneNote这边 它有一个好处 除了说 老师要整理你的影音教材很方便外 它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在影片里面出题目 这样子 老师你就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要停下来问同学问题 时间到了 题目自动会跳出来 影片就会暂停 很方便 我们试看看 但是老师要留意一下 你看 这个是影片的 OHA也有支援影片 OneNote是不是也有支援影片 可是呢 你如果是用OHA模式 它就很单纯 只是把这个影片打开而已 有没有 这样就没有那个出题的功能 而且 OneNote 它可以告诉你 应该说可以限制 也就是说我一段影片假设 我是10分钟 但是我只想 同学看 这个第3分钟 到第7分钟 你可以自己指定 它就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拨 到这边就自动停止 这样应该 算合理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 每一段影片都让同学 从头看到尾 也有可能是 我们重点不在那边 你看 我们用OneNote模式打开 按一下 这位生物老师呢 要帮我们介绍的是 眼睛的解剖 这样有老师 会觉得要看到恐怖片了吗 哈哈哈 我们play一下 这里 好 你看 我在这边 这里我可以设一个单元说明 你看 有没有 48秒跟1分14秒 我会有那个题目 所以呢 我在这里 调定下去 48 好 我在40这里 你看到你注意一下 到48秒的时候 你看看题目会不会跳出来 有没有跳出题目 对不对 老师就不用担心 我会不会错过 我要问问题的那个点 好 他一定会停下来 来请问 人的眼睛 一只眼睛有几条 没有错 老师有人比对了 6条 对对对对 那他上课用的是猪的眼睛 猪的眼睛几条 5条 好 所以你看如果你按下去 就答错了 你可以设 设在one note里面 我们可以设单选 或是复选 好 你看我点这个 有没有答对了 那我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 后面的这个是脚 1分14秒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这层的液体 叫做水样液 好 你看 1分14秒 有没有跳出题目了 这位老师的题目 可以是文字叙述 也可以是图片 也可以是影片 好 来 那我们就搭配这里啦 可不可以来这边 抽人 可以吗 对不对 来来来来 刚刚 有抽过的 有没有都免疫了 好 我们就来抽一下 抽一位老师 Fish老师在哪里 哈哈哈 好 来 老师请问一下 A 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里 A这个位置 是眼睛的什么 跟 你的闪光有关系的 那个地方比较不平整 就会有闪光 像你 瞳孔 瞳孔 他的手这里 你 对啦 角膜啦 对对对对 角膜 不平的话 我们就会有闪光啊 对不对 好 那B呢 B是中间厚厚的这个 一般像白内障啊 有没有 水晶体 对对对对 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用问的 也可以嘛 虽然他没有办法在欧函的教室里面就是 直接整合在里面 可是 是不是老师上课也可以问问题啊 搭配我们课间工具 也可以这样玩 你看在这里 刚刚有没有 复一了 赶快表现好一点 You're the best 好 这样子 就可以玩 所以 如果你把 老师你把题目 我们就把他整合在我们弯弄里面 其实 你不管走到哪一个班级 通通都可以用 也不用重新再打 当然也可以 老师彼此共边 共背 都可以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 好 所以 像这样子 老师就比较 有体验到 那么 现在老师已经体验完 我们整个 当同学的感觉了 现在终于要恢复老师的 老师身份了 所以 我们麻烦大家 您可以从这边 先返回选单 从右上角那个三个点点 你可以返回选单 有没有 出不去 阿伯乐 阿伯乐 阿伯乐我还没有让你们结束就对了 哈哈哈 阿伯乐的在这里 好赶快 把他结束掉 阿伯乐 好来在这里 原来我还没有让大家 复原 应该有了吧 开始作答 然后 关闭作答 好 关闭 有了有了 好好好 终于老师可以离开了 对你按右上角这个点点 就可以返回选单 这样就回到我们的外面去 那如果老师您刚刚是用访客的 可能就要麻烦你先登出 好去欧函那教室 用登 用 就是你的账号 注册一个 看你是用Gmail 还是用其他的 都可以